1999年成龙和吴启力牵扯出小龙女事件 全港男星几乎都在为大哥说起 周华健说是男人难免会犯错 金庸说男人可以风流但是不能下流 这时只有黄瞻跳出来怒斥怪笑 这种事本质就是下流 哪来的风流 风流一词只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法 黄瞻从不掩饰自己的好色 当年天元币给他庆生 搞了一传花蛋围着他 黄瞻掩饰不住笑意 但他说我好色无胆 好酒无量 好钱无能 男人能活到他这个境界 就算是把风流二词看明白了 本期的波罗绝叨叨就和你聊聊 人间清醒是黄瞻 黄瞻可是各家影视公司争抢的对象 不论是作词作曲主持演戏黄瞻信守年来 你可以叫不上他的名字 但他的作品足以让人膜拜 射雕英雄传主提取 世间始终你好至情至性的歌词 能看得出他混迹于江湖 别有一番感悟 上海滩的浪奔浪流 颇有惊涛拍案之豪迈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黄瞻利用工商绝职与五个五婴 谱出了让徐克跪拜的神曲 你很难相信这些文字 这些旋律出自这个满嘴黄崖的猥琐男 黄瞻出生于广州 八岁那年随父亲搬到香港 由于家教宽松 黄瞻从小就带着一股匪气 某天表弟向他哭诉 总被一个男孩欺负 黄瞻二话不说就跑去报复 后来他才知道 那个男孩叫李小龙 正因为这一家 黄瞻和李小龙成为朋友 李小龙说 佩服黄瞻赴死一战的勇气 将毕业时性情重人 1960年黄瞻考入香港中文大学 虽然长相一般 但兴趣广泛 音乐和古典文学是他的最爱 大学毕业后 他当过一段时间教师 后来自发掘的书物人子弟 于是一头扎进广告业 去完成他那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除了广告 黄瞻还写书 填词 唱歌 演戏 做主持 总之黄瞻热爱一切 能天马行空的行业 虽然长相普通 但骨子里藏满了文艺 藏伯虎点秋香里 他兴致勃勃的客串话台诗 便告诉周星驰分文不收 就是来过吸引的 倪匡欣赏他的真性情 于是把儿子交给他培养 结果倪震虽然娶了周慧敏 但这辈子已洗刷不掉风流 脑店倪匡后悔不已 跟上黄瞻 该学的不该学的全会了 关于婚姻 关于爱情 黄瞻是如何处理的 点关注 咱接壮下聊 倪匡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应该就是把儿子交给了黄瞻 该学的不该学的 倪震全会了 黄瞻曾与倪震菜兰 一起做了当深夜访谈类节目 今夜不设访 邀请的都是港圈一线大腕 访谈内容天马行空 黄段子随口坑 黄瞻说人这一辈子 就要活得风银热烈 绝不能按部就班 能当阳春白雪 也能做夏里巴人 恐怕能像黄瞻一样 活得收放自如的人 世间少有 关于婚姻 关于爱情 黄瞻说 只要结婚了 就别问世杰世缘 1967年黄瞻与歌星华娃结婚 十年间两人一共生下三个孩子 华娃知道黄瞻风流 虽然会盯着女明星 但绝不走心 直到林燕妮出现 华娃感觉到 她和黄瞻的婚姻走到尽头 林燕妮是香港很有才情的女作家 上流名媛出身 气度不凡 黄瞻第一次见林燕妮 就被她的风华绝貌所吸引 这是普通女星 无法拥有的气质 刚开始林燕妮 并没有正眼瞧黄瞻 但架不住才子死缠烂打 进行文字攻击 黄瞻使出浑身才华 终于抱得美人归 在金庸的见证下 两人定下一纸婚约 其实性格过于相似的人 不适合走在一起 90年代黄瞻投资电影失败 欠下千万巨款 林燕妮选择冷处理 最后导致两人分手 黄瞻无奈写下这样一句话 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生 恨不知所终 一笑而过 后来黄瞻选了小17岁的老婆 老夫少妻细水长流 但在她心里 此生无法拥有林燕妮 成为最大遗憾 当无法拥有爱情时 唯一能做的 就是让回忆变得美好 读懂黄瞻 也许你就读懂了江湖 读懂了快意人生 2004年63岁的黄瞻 潇洒离世 自此世间再无风流才子 也没人敢自称风流才子 有人说没见过李白 但感觉李白就应该是黄瞻这个样子 万里长城涌过岛 千里黄河水滔滔 能把歌词写得如此霸门 黄瞻心里 到底装着什么样的情怀 记得黄瞻说 刘德华 你写的歌词太笨了 也就是你自己唱 换别人唱 根本没法听 还说他写的 一起走过的日子 是一批识 刘德华摟着黄瞻说 口下流行 轻点骂 但黄瞻说 被我骂上三年 你写的歌词 大家就都能看懂了 后来刘德华写出了冰语 黄瞻赞赏 如此可教也 黄瞻觉得 刘德华写词 缺少文化素养 需要提点 但我想说 在这个素食文化 充斥的年代 能有几个黄瞻 他放荡不羁 说话满口飘黄 但却写下了 我的中国心 我的祖先 早已把我的一切 落上中国印 就算生在他乡 也改变不了 我的中国心 他指责年轻的谭永林 唱歌咬字很懒 后来谭永林的 发音咬字技巧 都是黄瞻 逐字逐句 纠正过来的 他评价张国荣 世上只有不了解你的人 没有不喜欢你的人 战书看似不着调 其实世间所有事 他一眼就看明白了过往 罗文评价黄瞻 这个人就是 勇于认错 但从不改过 他来人间 就是为游戏的 所以别和黄瞻学做人 他的人生 谁也复制不了 你认为呢 评论区聊起来关注 看想在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咯